7月份的尾巴和8月份的前奏里 微博热搜大势不断 热搜的报罕见的以接二连三的方式出现了 眼花缭乱之中 娱乐君在今天的热搜榜上 发现了一条画风与众不同 得点进刘诗诗本人的微博 头像旁的V字标志 确实已经变成橙黄色了 点开他的微博 最近的一条是在7月6日转发人民日报微博 积极扩散泰国游传帆船事件中 寻找失联游客的消息 真正属于更新自身日常的原创微博 已经是7月3日的了 而且这微博配文也可以说是十分严简易单 掐指一算 刘诗诗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更新微博了 只能说 他的微博简介果然很真诚 广大粉丝们对此也各有看法 有的粉丝表示 一个月没更博不算什么 毕竟刘诗诗已经一年多没拍戚了 真是博弃粉丝里了 有的粉丝建议刘诗诗继续潜水 看看会不会因长期不更微博被当成僵尸号 被自动清除账号 嗯 这是坑爱逗老 还有粉丝觉得一个月不更博变成黄V粉正常的现象 并不值得被讨论 也能够理解刘诗诗婚后重心转移到家庭生活的举动 不更新微博 反而能够反映出诗诗的为人低调 当然 更多的粉丝还是希望此次热搜 能够促使刘诗诗以后多多更新动态 重新回归到大众的视线里 更加戏剧化的是正在粉丝们就诗宝将V讨论的热火朝天使 刘诗诗真的更新微博了 难道是粉丝内心的期盼被诗宝清建了 刘诗诗真的还蛮注重正能量传播的爱 上一条微博停留在扩散大使馆的求助电话 时隔一个多月后再度更博 又是在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加油鼓劲 很注意发挥自己的明星抬头的宣传功能了 于是 留守阿爷们奔走相告 纷纷跑去这条微博下方留言 惊喜的询问诗报 是不是看到热搜 终于出来更新了 说了这么多 娱乐君顺便 给吃瓜群众科普一下 将还V是怎么一回事吧 一般而言 明星艺人因自身携带流量 很容易有金V认证 金V的标志中间是红色 只有外面一圈金色 所以有时会被武称作红V 刘诗诗之前自然也是新浪微博的金V标志认证用户 但是 由于金V用户的条件 取达到下述标准此次 刘诗诗一个月被更新微博 或许导致了这一个月的阅读量 不符合大于一千万的条件 于是系统自动将金V取消 恢复被呈黄色的标志 因为系统可以自动自动将金V恢复呈黄V 所以任何一个金V用户 都可能因为不再符合条件而被降级 除了刘诗诗 还有其他明星有类似经历 比如 曾经的白静廷不过 白静廷好歹有个爱小号 发发爱邪的照片 粉丝们也可以时不时知道爱豆穿了什么心血 再比如 曾经的张翰不过 随着第二天张翰心系的播出 张翰也迅速恢复了金V身份 还有 曾经的胡歌不过 胡歌调成黄V之后 更新了一条代言消息 一天内又迅速恢复金V身份 不爱更博对粉丝催更的爱豆们就更多了 黎尼阔建华李一峰林艳俊 孟美奇马天与张碧晨 都被催更过 因此 娱乐军大胆预测 用不了多久 刘诗诗的金V身份也会恢复的 粉丝们不用着急 不过话说回来 明星们咋都那么不爱发微博呢 撰文 为毛少女编辑甘甜 可是这一段时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